他是由這個拉瓦傑所提出來的 拉瓦傑 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科學家 我之前有講過說 他本來是個律師 但他對於實驗的定量研究很有心得 所以他就發現說 其實各位常常會覺得說生鏽會變重 然後木炭燒完之後又變怎樣? 琴 所以感覺好像這個化學變化是很複雜的 那麼他後來發現其實不管任何變化 如果你把它用在一個密閉的空間裡面 他雖然產生了變化 可是他總共的質量是怎樣? 是不變的 這是要質量守的定律 那其實拉瓦傑的後來 就是所謂的這個 大爾谷他不是提出原子說嗎? 原子說其實也跟這個質量守的有點關係 就是他提到說 反應的前後什麼東西不變呢? 反應的前後原子的數量跟質量還有種類都不會變 對不對? 所以他也是一種質量守的概念的延伸 所以簡單來說就是 他提出一個概念是 化學反應前跟反應後什麼東西是不變的呢? 反應前後總質量不變 就是說其實鋼絲融會變重是因為他把空氣吸收給氧氣吸收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把氧氣的量跟鋼絲融的量呢?把它一起秤重 那燒完之後再秤重 其實整個重量是怎麼樣? 一樣的 所以反應前後呢這個 反應前的質量會等於反應後的質量 反應前總質量 就是整個系統的總質量呢 會等於反應後的總質量 會等於反應後的總質量 呃 那個 質量守門的定義 就是反應前 整個的質量 反應後的質量 OK 好 所以課本提的例子是什麼呢? 提的例子是什麼? 就是把氯化蓋 加上什麼呢? 加上碳酸納 會產生白色的沉澱是什麼呢? 就是碳酸鈣跟什麼呢? 綠化納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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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它這個過程都會產生碳氧代式沉澱 我們寫箭頭像一下 好 那在這裡面呢 同學你先可以了解一下 這邊有一個概念 前面這兩個東西呢 我們把它稱為叫做反應物 所以在箭頭的前面的叫做反應物 就是材料的意思 那箭頭後面的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是產生的物質 叫做產物 或叫做生成物 好 那箭頭則是代表反應的方向 所以這兩個東西混在一起會產生這兩個東西 那這兩個東西的什麼會一樣呢 反應前的什麼 質量會等於反應後的質量 所以注意喔 是這兩個加在一起的質量喔 你不能說濾化鈣會變成濾化鈣的質量不一樣喔 但是是兩個混在一起的質量會一樣 所以呢 這個就是關於那個質量的改變 質量是一樣的 可是有一些例子你會發現 那為什麼 比方說你把一個大理石放在 假設我們叫大理石是看穿蓋做的 大理石 假設這是大理石 那你如果給它泡在鹽酸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假設這邊本來是用天平 然後已經秤重了 一樣 天平 本來是平衡的 可是你把大理石混入什麼呢 混入鹽酸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天平會怎麼走 加了鹽酸之後大理石會被分解 產生什麼 氣泡 那氣泡就是什麼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跑出來之後呢 請問這個天平會怎麼辦 它就會慢慢的變輕 對不對 因為空氣跑掉了 所以呢 如果你沒有封起來的話 它是會變輕的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把它封起來 這個質量不會改變 就不會 因為空氣還在裡面 對不對 所以 結果實驗就是說 它這個瓶子摸起來就會很硬 因為裡面的空氣怎麼樣 壓力很大 所以就是說 如果空氣跑掉 那這個空氣就會變輕 可是如果沒有跑掉 那其實它的空氣的 空氣有個重量呢 有啊 空氣的重量跟這個整個瓶子的重量 其實會等於原本的質量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反應前後其實質量要一樣 那 那之所以古人沒有發現 是因為它空氣跑掉 他沒有發現 所以他覺得變輕了 對不對 它有這種現象 所以呢 來我們看一下第二題 就是說 大理石與吸鹽酸反應呢 如果瓶口沒有封跑 質量會變輕 是因為什麼原因 是因為 二氧化碳怎麼樣 那個跑掉 對不對 產生二氧化碳 產生二氧化碳 然後跑掉 就會變輕 好 這樣可以嗎 那相反的 如果你拿一顆鐵釘 你放在鐵釘上面 本來是平衡的 可是這個鐵釘會漸漸的生鏽 就會變什麼 變重 那生鏽變重是什麼原因造成 空氣 空氣怎麼樣呢 跟誰結合 跟鐵釘怎麼樣 結合 對不對 空氣跑到鐵釘裡面去 就會變成化合物 對不對 所以如果空氣跟鐵釘結合 會變成氧化鐵 對不對 氧化鐵的重量是比較重 因為它還包含了氧 對不對 本來只有鐵 變成氧化鐵 所以它的 如果鐵釘生鏽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鐵釘 生鏽的話 是因為 是因為什麼原因 本來是鐵對不對 F1而已 本來化學是這樣寫 然後後來變成了什麼 生鏽就變成了F1 2O3 對不對 氧化鐵 那氧化之後就變什麼 重 對不對 所以它會變重 因為它還跟氧結合在一起 所以生鏽的過程會變重 是因為變成氧化物 所以感覺變重是因為鐵變成氧化鐵 就是從鐵變成氧化鐵 那氧化鐵是會讓你覺得變重的 好 所以這就是關於直氧守恒的現象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立體E 立體E呢 提到說 某反應物 某反應化物 的反應式可以這樣寫 A物 加上D物 產生了什麼呢 C加D C物 C物 加P物 好 他們呢 如果呢 第一個問題 如果 10克的 10克的A 按 6克的B 可以生成 C物 4克的C物 那請問 D物是多少 D物寫錯應該D不是D D物是幾公克 好 好 第一題要怎麼來看呢 10克的A跟6克的B 產生4克的C 那請問D有多重 我們KD用什麼定律呢 質量手能定律 我會把他簡化 A加B 變成C加B 對不對 這是他的反應式 好 那 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喔 A如果是10克 B是 6克 產生的多少克 C 4 那我們有說過 質量手能定律是什麼意思 反應物 加起來的質量等於 產物 對不對 所以應該要 這邊要填什麼符號進去 等於 10 10什麼呢 10加6 等於 4加什麼 S 對不對 好 那請問X點多少 B B的多少 16-4等於12 好 所以 D是12克 這樣可以嗎 好 那同學 這是一個比例的概念 就是它是固定的比率 好 所以我看一下 他說的第二題 第二題 若 若你有20克的A 跟20克的B 它材料給你20克的A跟20克的B 請問會產生什麼 會剩餘什麼 剩餘 多少 多少 什麼物質 多少克 多少克 好 並產生 C幾克 然後D幾克 然後D幾克 好 這個要怎麼解呢 這個要怎麼解呢 好 我先把這個擦掉 先留下來 好 我們剛剛第一題已經告訴我們說 10克的A跟6克的B 可以產生4克的C跟12克的D 對不對 這個同學 其實呢 這個式子叫什麼式子呢 這叫做化學反應式 反應式 化學反應式 化學反應式 好 好 其實同學是像一個食譜一樣 你有沒有看過食譜 你們家人客人做過食譜 沒有 你有沒有做過什麼菜 比方說 接蔥蛋 有沒有聽過 直接蔥蛋 接蔥蛋一顆怎麼做呢 他可能說 好 其實你取雞蛋一顆 然後呢 一把蔥 然後還有少許的油 對不對 然後拿去煎 就會得到 蔥蛋 對不對 所以那個比例是有固定的對不對 你知道那個 如果你去吃那個很高級的那種蛋糕 他都有說 那個奶油要加多少 那個 我有看過那個什麼藍帶的廚師 他們在做那個蛋糕 做那個 同樣都是 抓得很準 然後就是 那個奶油多少就是多少 他那個口感才會好吃 不會有什麼太膩 所以一樣的道理 其實就是一個食譜的樣子 好 那請問呢 他說要20克 那我們就給他怎麼樣 放大比例對不對 好 本來是10比6比4比12對不對 那他今天問你是幾克的 A 20克 那我們就把它放成20 好 那現在假設這是20的話 我們把它乘2 這邊多少 他做兩顆 20比上多少 12 比上多少 8 比上 24 對不對 好 那所以這是他的比例對不對 好 他比例是這樣 好 那你再看一下 那如果你用20克 用 好 所以 用 你用了20 欸這剛好怎麼樣 用完對不對 那這邊用20 還剩下多少 8 對不對 還剩8 對不對 欸 我有寫錯嗎 沒有 沒有 那 12 為什麼可以用到20 2 可以用到20 喔沒有啦 我說他材料給你20 題目說 你注意看啊 你題目怎麼說 20的A 他給你20的A 跟20的什麼 比 可是 你20的A 會不會用完 欸不是 所以這邊不是用 寫錯了 這邊是 這邊是原有喔 原本有這麼多對不對 題目說 有20克的A 跟20克的什麼B 那問題是 你會用掉多少 我用的應該寫在下面 再改一次喔 如果他是10比6對不對 那 用掉20 那就會用掉多少 這邊是乘以2嘛 這邊多少 12 所以 他會用掉多少呢 原本這樣子 那這是用的 所以 會剩下多少呢 A會完全的怎麼樣 用完對不對 是B 對不對 那B的話用掉多少 12 剩下多少 剩下8對不對 所以 剩下 剩8克的B 對不對 那會產生多少克的 C呢 D 這樣可以嗎 用這兩倍嘛 對不對 20比12 他這邊 用多少 產生多少 B 4乘2 等8 分 24 所以 他會產生了 8克的C跟 24克的D B B 這樣可以嗎 所以呢 這一體的話就是 會剩餘B 8克 可以嗎 然後呢 產生C是8克 B的話是24 好 所以第一體的話就是這樣子 好 我們再看一次喔 這個反應是告訴我們說 你要 你要用這個東西 反應的話 你需要10克的A 跟6克的B 可以產生多少 4克的C跟12克的D 對不對 那我現在給你20克的A 你是不是可以變成兩倍的分量 對不對 就一顆蛋可以建立一個 充比 那兩顆蛋就可以做幾個充比 兩個充比 所以它是兩倍嘛 那這還用掉兩倍 可是還會剩下多少呢 他給你20 所以這是足夠對不對 還會剩下多少 8 然後會產生兩倍的C 就是8 兩倍的D 好 是24 因為它材料給你兩倍嘛 你就可以做兩倍的分量 這樣了解一次嗎 好 所以這個是第1的部分